《衝鋒隊》是警隊前線的單位之一 他們的工作主要是處理999緊急求助個案 他們會負責反罪我巡邏 處理緊急事故,調查罪案 衝鋒隊員不同一般軍裝警員 他們通常會坐著衝鋒車在街上巡邏 除了巡邏之外 另一個有效防止罪案的方法 就是在一些合適的地點上設置路障 這是一個小型的路障 作用是針對道路上使用的車輛 車輛上我們有一個阻嚇防止和偵測 使用車輛上的非法活動 例如一些可能使用車輛的販毒案件 倫哥和他的隊員 在完成了設置路障的任務之後 他們就收到一宗 懷疑斬人案件的報告 大家就不知道究竟案件的細節是怎樣 一三好時間 他們即時就會去聯絡報案人 拿多些資料 當倫哥和同事去到現場之後 受害人已經被救護員處理他的傷勢 根據其他目擊者的益術 他們被一名不認識的女子襲擊他的頭部 因為初步的資訊也很有限 根據情況 倫哥是需要召喚支援 去做進一步的調查和搜證工作 最困難的是我們要將一些零碎的資料 重組成一個案發的經過 剛才所見我們到了現場 我們接觸不同的人士 包括受害人 亦是案件的證人 但證人不是一個已經受過訓練的人士 他不能有系統將事件的經過講述 這就要靠我們的同事 在現場的經驗和知識 將那個人士所說的資料重組 經過一輪工作之後 根據目擊者和閉路電視的資訊 倫哥和同事推斷施集者 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亦都確定了去之後身處的地方 衝鋒隊就補助下一步的行動 上樓調查和七部名單 經過我們同事詳細的一個調查 和一個掃檔之後 在大廈裡面找到涉案的人士 亦都在他身上找到那個涉案的空氣 亦都將那個涉案人士拘捕了 案件亦都交由我們刑事調查的組別 而我們衝鋒隊的工作 在這個階段亦都完結了 這次的拘捕除了完成了一個任務之外 亦都可以這樣說 是令到這個施集者是不可以再施集 亦都是保障下一個的生命 下一個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這個是最高興的可言 西九龍的景區裡面 有不少的舊式樓宇 很多時候地下都是武裝鐵閘的 行閘人等很容易進出 裡面的單位就容易成為爆竊的目標 倫哥和同事就剛剛收到一宗爆竊案件的報告 爆竊的情況就是那個戶主就離開了 到回來的時間就發現 他單位的木門的鎖頭就被人破壞了 而我們同事也都到場調查 確定單位曾經被人搜尺過 亦都有失物 我們在怎樣算當中 我們同事也會在大廈那裡做一個掃蕩 看看會不會找到一些可言行事 或者多樣的單位被人爆竊的 在一個案件定性後 在一個爆竊案件 我們同事會通知我們電台 說這個案件會交由這個 刑事職員的調查隊去處理 經過忙碌的一晚 倫哥和同事就回到衝鋒隊的基地 但他們還未可以收工 收工有一班同事在這裡 他們就拿回他們自己的衝鋒車的補查 去報道回到之前 他今天處理過甚麼案件 一天是挺衝神 挺有意義的一天 收工當然開心 可以回家陪我家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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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鋒隊的隊員 都會遇到一些不常見的案件 所以訓練就成為他們工作必然的一部分 大概呢 就是 大概 今天他們就被安排 去用一些安全的方法 擊破車上面的玻璃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對於恐怖襲擊要時刻保持警覺 衝鋒隊作為前線告悔 為了有效應對恐襲 會定期安排相關訓練 加強隊員的應變能力 今天事件就是 沒有一個市民去接獲一封信件 那封信件是唯有炭吹滾的 嘩,封信有粉 我們現在收到之前有炭吹的案件 大家預備防毒面具和手套 明白嗎 是,Sir 好,Sir 我們同事當收到這個呼籲之後 他們就會提取他的保護裝備 去準備進入這個大樓 去接觸這名市民 好,我們背後這座大樓 樓高三層 有兩個出入口 稍後Roger和阿蛇 看著出入口 別讓人出,別讓人入 大寶,和我們一起進去 看看情況如何 有沒有問題 好,Sir 好,到位置過去 是不是有人報警 Sir,是我報警的 師先生 我想問這個冷氣 是中央還是獨立的 Sir,獨立的 開關鍵就在這裡 好 有什麼不舒服 Sir,剛才我一插封信 就有點傷風感的症狀 頭痛不斷流鼻水 現在很辛苦 好 好 先生,不用擔心 我想問封信你怎麼回來了 沒有啊,剛才午餐前 派信那個給我 都是我自己一個開的 嗯 那你拆信的時候 除了你之外 就被人出入 沒有啊,我的同事 全部出去了 只有我自己一個在 好,先生 你不用擔心 在這裡等一等 好 謝謝Sir 你在這裡看著我箱子 我現在出去和電台回報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交給你 先生 什麼事啊,Sir 警察 因為外面發生了少許事 你留在這個地方會安全在外面 有些問題問你 這裡的空調有沒有開到 有啊,這裡是中央冷氣 中央冷氣 那你認不認識隔離房的那個男子 我認識隔離的那個男子 我認識隔離的那個男子 那你剛才你們兩個 有沒有接觸過他 剛才沒有接觸過他 那你們兩個留在這裡 會安全 我們警察手會再聯絡你的 不要四處走 明白嗎 明白 謝謝你 阿Sir Roger 德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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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台 電話模式 電台 剛才做的那一件 斯儀炭追的那件 現在發現有這個 浸泳有些白色粉末 麻煩通知消防 BOD 和醫管局 那暫時 一個傷者 那個傷者 精造就是流鼻水 流鼻態 到這裡 麻煩 我們警察呢 就主要確保大樓裡面 沒有其他的可疑物品 那撤離了可行的傷者 那我們就完成初步的工作 隨後就會交給其他專業的同事 去清洗這個大樓 今次的訓練重點呢 其實是令到那些同事 去提升他們對這個事件的警戒 還有呢 亦都是令到他們知道 去保護自己 才可以處理到這個事件 除了訓練應對新化襲擊 恐怖分子脅持人質的事件 亦都有機會發生 所以衝鋒隊就要做好準備 今天他們就聯同反空特勤隊 在一個棄置的地方裡進行訓練 今次的訓練 是無以持有槍械的恐怖分子脅持人質 衝鋒隊會先到達現場了解 和處理情況 隨後反空特勤隊 就會部署拘捕餘下的恐怖分子 大家坐 西舊龍蟲區近幾年 都多了很多不同文化 不同種族的人居住 在一個這麼擠迫 人口密集的地方 社會上仍然有很多社會問題 故此亦都給予衝鋒隊隊員 在工作上很多新的挑戰